过的一个古宪明 因此天水被誉为西皇故里 那么在这个元朝的时候 咱们天水这个地方呢 是三皇庙来祭拜 福西 炎帝和皇帝 而到了明代之后呢 对于这个三皇的祭司 开始出现官方祭司 他就更加的正规化 所以说呢 当地的明代官员就决定了 把元代的三皇庙改建成福西庙 并且按照福西三皇之首的地位 来将它修建成仿工电视建筑 前宫后庭四进六院的一个形式 现在呢福西庙是目前为止 海内外规模最大的一座 也是这个国家私营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的参观路线呢 会沿着中轴线 依次来进行了解 在前院我们首先提到的是 一门东侧的这棵古树 树呢是唐朝时期栽种的一棵槐树 树林有1300多岁了 古树呢 它的这个树干内部是中空的 这个树洞里面呢 可以容纳大约四到五个成年人左右 它的树皮呢 依然存活长出侧枝枝繁叶茂 一门两株槐树 按照庙宇坐北朝南的地理方位呢 称为左方青龙龙槐 西方白虎 就是右方白虎的 白虎是虎槐龙槐和虎槐之树 而庙宇中其他的树呢 全部都是白树的一种叫做侧槐 这些侧槐呢从前院到后院一共摘中了八八六十四颗 那么它从数量的来说呢 在阿易德就是六十四卦之一 也就是说古树创先天八卦 对了对于一个后院的忠义六十四卦的一个神人迹象 所以说他在福西苗林在图六十四个卦来体现出熟悉的功德 六十四个古树呢 它们这个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 保存下的古树是三十五颗 也不分一失 在这三十五颗中年龄最大的是一千岁有余 年龄最小的也要三百多岁了 它们大多数呢还是家庭的建廟 就是四五百岁 而旁边的这个小树呢 则是我们后来在对于福西苗 进行大规模的维修的时候 在园基础之上进行的移民主带 好那解完说之后我们再来了解面前的这道门 这是进关门之后的第二道门 大概俗称的叫做二门 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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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的是李仪和李洁的小型体现 古时候呢 上至地牢 下至百姓 他们带来参记福西之时呢 都会在进入第二道门之前 首先来证明一下自己的移民医疗 以示出对于福西的性格 而他面固之间的建制呢 在古时候主要是区分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 那么 那么